帳篷劇 帳篷劇其實是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 它是日本大概從六七零年代開始的一種 算是劇場運動的一種鬥爭的形式 因為它沒有辦法 這樣的抗爭的戲劇 它沒有辦法進到正規的場景去演 得不到許可、何準 或者價錢太高 所以他們就自己搭帳篷來帳篷劇演戲 那後來這個帳篷劇大概在十年前 有一位日本的導演殷井大招 他帶帳篷來台灣演 然後那時候在二重書宏道的一個 泥地上面搭起了一個帳篷 然後演出非常的令人震撼 然後那時候很多台灣局場 這些人都跑去看 然後就受到感召 所以後來在台灣就有了帳篷劇的小組 後來他們命名為台灣海鼻子 帳篷劇的精神就是說 他們自己排練自己搭帳篷自己演出 而且在裡面就是所有人都是一起合作 其實有點像人民公司這樣 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他們不申請任何官方的補助 然後反而是自己掏錢出來做戲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就是說 除了這個精神之外 帳篷劇本身的表現形式也非常的有趣 因為他沒有在正常居然裡面 所以一般居然你不能夠用火不能夠用水 也不能有很多的禁忌 那在帳篷裡面反而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每個帳篷劇幾乎到最後都會用火 然後都會把最後把帳篷打開 讓內外的那個世界連結起來 而且帳篷劇雖然帳篷很小 但是裡面的機關五花八門 就他們有很多精巧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其實是一個比正常的劇院功能更強的一個劇場 而且他這樣搭搭搭搭搭起來之後 然後演完之後又煙消雲散帳篷 你猜什麼都沒了 在這個江生的還會誕生 江死的還會死去自己 也許跟看不見的對手戰鬥 既要脫胎換骨 改造自己 也怕失去自己 融入了期待聲音的洪流 做些自己愛做的事 就算將來輪到自己滅亡 也總算有過 燃燒的灰燼 怎麼會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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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著重新燃遲的火焰 少熟了死路沒有盡頭 再加上他們表現的內容 其實他是魔幻跟寫神奇的 就是又魔幻又真實 所以在很多一般的劇場觀眾 看到趙鵬學的時候 都會被他震撼到 就是覺得 怎麼劇場這麼有生命力 然後有這麼豐富的表現形式 那反而平常我們在一般的 正規劇院裡面做的戲 反而那麼的拘謹 然後那麼的蒼白 化簡為凡 我覺得化簡為凡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很簡單去做它 然後可是好像在帳篷裡面 很多事情是你反過來去說 就是你為什麼要那麼簡單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為什麼不能 多花一些力氣 上部劇裡面的成員其實 來自社會 應該說來自社會各個階層 但是都是對劇場 或者對社會改革抱有極大的熱情 所以帳篷劇的演員的基地 也特別不同 一般在劇場裡面 我們看到演員 其實同時性都很高 因為他們都是受過課班訓練出來的 然後有一套表演方法 那帳篷劇裡面的人 你就覺得五花八能 它像是那種 就是社會各個角落的那種 各種樣貌集合在一起 所以它顯現那種真實感更強烈 然後它的表現力也更強烈 然後它探討問題 也比一般的劇場更深 所以你很難說帳篷劇 它是一個專業或業餘的劇場 因為它的能量 遠遠比一般的劇場要強烈的多 然後它的成員有專業的也有業餘的 但它們共同集合起來做的這件事情 是任何其他的劇場做不到的 雅虹表情超讚的 演技做一次給我看啊 全面六個三個月 天空時不在你 那邊四個月 尤其是一種 天空時不在你 愛咱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